多产粮 产好粮 种子是关键 可以说好的种子也是丰收密码之一 当然 甘肃定期不仅是我国商品马铃薯的主要产区 也是国内重要的种鼠繁育基地 种鼠也是鼠 但是它们不是长在土里 而是长在雾里 这就是这个基地所采用的 物培法 无土栽培马铃薯原原种的生产方式 我们说马铃薯的原原种 为什么要用无土栽培的方式来种植 其实它是有很多好处的 其中一个好处就是它瘦的营养会更加均衡 像在这个大棚里面每隔七分钟就会自动喷一次营养 也可以说这些马铃薯原原种是过上了一种衣食无忧的生活 其次这样一种无土栽培的方式 可以让这些原原种不会受到土壤中的病害的影响 没想到吧 原原种原来这么小 马铃薯的原原种也可以说是马铃薯种子的种子 原原种种到地里收获的叫马铃薯原种 农民种下原种收获的才是迈向市场的商品薯 品种划分得非常细 你比如说薯条的 薯条的就有两个品种是专用品种 现在我们这里生产了一年就是一千万粒左右 其中10%我们做出口了 我们主要是针对咱们汉座区 主要以抗汉为主 另外就是抗病 还有一个就是随着现在加工业的发展 我们还要筛选一下加工需要的专用处 加工业的发展